在星海爭霸的世界裡 多線進攻是一項高超的技巧 但是不可以用在多線霸沒有 各位觀眾 接下來進行的是 星海爭霸的季軍戰呢 在我身旁問您請到的賽事講評 是江湖上人稱 Sobay好壞哥的張宣奇 Sobay你好 大家好 我是Sobay老師 Sobay聽說最近 最近又怎麼了 去制服店生日的時候 那個應該叫女服店 沒有啦 我沒有去女服店 但是之後想去看看 這樣見識一下 見識一下 對對對 這樣見識一下 那今天季軍戰 誰贏你就帶他去好了 女服店是吧 好 今天要進行季軍戰 季軍戰的 對兩位選手是 由於閃電郎的孩子 柯玉峰選手 十六歲對上的是 君L Chu 仁義重亡 房泰珠選手 這兩位選手事實上 在例行賽分組都是第一名的 對 對 是A組第一 五戰全勝 Chu是B組第一 也是五戰全勝 也就是說他們在例行賽 沒有交手過 對 沒錯 不過他們在四強賽呢 都落敗了 所以還要來拚季軍戰 拚季軍戰 季軍是可以得到五萬塊錢的獎金 然後電軍就有 第四名就有四萬塊 還是有一萬塊錢的 差距 對 沒錯 而且有沒有 其實三漢四那個感覺 很像我們習慣頒獎 你第三名就會有頒獎 就上頒獎台 對 會有那種感覺 第四名就是站在地面上 對…沒錯 那我們就說金銀銅嘛 金牌銀牌銅牌 第四名就叫鐵牌 對 聽起來就弱弱的 就是好像灰鐵機的這樣子 對 沒錯 金銅都上不了 不過這兩個選手的實力 都不容小看啦 那海池在昨天的四強賽 是輸給了San 台灣城王San 1比4輸 那True呢 他在四強賽是輸給了San 那也是1比4輸 那特別是喔 今天交手的兩位選手 也因為共通點 其實我們這一季喔 其實從第一季開始這樣打 打下來 我們總共其實也只打了 三場的表演賽 對 這兩位選手都跟我們打過表演賽 還有另外一位是San 好 結果他們在季軍山要交手 不過導師呢 在開賽之前呢 要請教一下Sophie 像你應該也有看 去玩女服店回來 有看Tru打那個四強賽吧 打神族的賽 有 我還是有看Tru跟San打 他… 1比4嘛 五場 通通都裸三耶 對 他全部都裸三 那其實我覺得我還在跟San聊這一塊 因為我覺得他禮拜天打三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其實你打三你就可以考慮 就是裸三開 其實確實經濟上是還不錯的 不過我覺得 我覺得觸在某些狀況底下 表現的聲音是不如Sopie的 我覺得這個有點可惜 有些像打到後期的時候 我覺得後期的表現 其實Sopie的表現是比出來的好 對 不過Sopie是前期不太會打 所以每個選手的風格 其實我覺得是不太一樣 那把他們兩個混合 就是融合起來就好了 對 把他們兩個合體 一起來打 感覺就不太舒服 叫做Sopie Sop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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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無敵了 所以裸三開其實是OK的啦 其實裸三開是經濟 確實是相當相當不錯的 確實在觸打San的時候 他前期幾乎都是表現得比Sopie來得好 Sopie在打San幾乎前期都是吃大虧 那觸幾乎都是有撐到 但是中路其實可以表現來說 我覺得尤其是大後期啦 算到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是觸打泉水溝嘛 對 但是他沒有下地刺 然後他的礦一直掉 我記得一個礦 如果我在講就會常講 這四礦有點開不起來 五礦有點開不起來 對 那有點開不起來 你打那種大後期 經濟就差很多啊 對啊... 那個都被講那個重點 他是死都不下地刺啊 對 因為印象很... 剛好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因為Sopie打San的那一場 他打的... 泉水溝是打的有聲有聲 應該說大量的不斷的轉兵啦 那他就是仰在大量的地刺做放手 礦一直開... 然後經濟非常非常好 就把東西打爆了 那這邊觸及 在這一塊上面來講 是稍微略訊一點 所以今天我其實還蠻期待 看看San 還是有沒有覺得 抓到這個弱點 對啊 不過裸三當然經濟好 但另外一方面是 你要得要守得住啊 你有三個礦 要...對 那... 像他... 上次最後一個回合 就二礦直接被捅穿了 對 我覺得也是因為 所以San發現這樣都是... 一直裸... 一直裸... 裸到後來他覺得受不了 我這樣不打你 我覺得好像你... 別人都把我當成 不會打裸三開的仇主 對 他就決定要這樣 不過其實打S 我相信他應該不敢裸三開 應該是知名的... 對...各種稿 對... 你這個裸三... 我覺得一般會吃萬多的種 對...竟然裸體睡三人床 真的不能忍 對... Hex會跳上來 對... 那Hex其實前陣子也... 對...還有就是台灣從王San 明天要打冠軍賽 那他是去紅牛杯 他到底有沒有哭 他打死不承認 對...他打死不承認 不過畫面是代表一切 對...有圖有真相 對...有圖有真相 好...那一樣 那季軍戰 七戰四勝之的比賽 第一回合是在貝爾十一季 我們現在一幕上看到 這十一點鐘方向的 那這一個是... 有一閃電話 紅色... 紅色的神族 再來五點鐘的方向 現在一幕上看到這個是 我們的韓國選手 Gym Air Chu 是藍色... 藍色的蟲族選手 你不能說被你... 遊戲繼續進行... 這邊... 他...沒有... 他不小心按道一點 他可能選上要調一些東西 不小心按道 大家都很緊張 所以... 緩和一下其實... 對... 但又切到中文輸入模式了嗎 因為我還記得... 最曾經一次 對... 就是對Slam的那個比賽 他是很在乎 他說那時候我還有一堆蟲卵 然後... 對... 那時候... 剛剛卡住了 他那時候是很在乎 那個回合... 呃... 後來判他落敗嘛 對... 那時候還沒有確定 他是分組第一... 的時候... 那他說每一個回合 如果戰績 讓他比回合數的話 所以... 他很在乎 剛剛不知道怎麼樣 應該真的不小心按道 我們一開始有時候會挑一些設定的東西 那可能他... 欸... 這邊的話... 我們來看處這邊先尋 這個就知道... 他知道對方是怎麼樣風格的選手 對... 所以他就先來尋 這個是要去蓋主堡嗎 大家來看一下 應該是要蓋主堡 要蓋主堡 這個... 這個... 這個主堡被蓋下去 會有一個... 會有一點小小的水傷 哇... 所以HES被搞了 對... 這個... 搞人則人生倒極 這主要也是因為... 如果工兵一開始拉出來的話 對於衝突來講 會經濟有點損傷 不過我覺得HES一開始沒... 他應該是要有這個想法才對 因為一開始衝突的工兵 如果到人家 通常就會來開始主堡 HES沒有拉工兵來打 有點可惜 不過SORB 你知道這張圖誰選的嗎 這張地圖應該是抽籤 抽籤 對... 因為兩邊... 都是例行賽第一 對... 也分不出誰位階高 順位高 抽到這個貝爾十一級 因為不同組會有差別嗎 這張地圖其實我覺得還不錯 還算中性圖 對... 神族跟蟲族來講 沒有特別... 偏哪一邊有優勢的 對...我覺得還不錯 但是其實... 我覺得大部分的神族 會比較喜歡這張地圖 但我覺得其實蟲族也是 就是可以接受的 不會覺得這張地圖 大部分的選手都認為 這張地圖是... 喔...這邊來了 這個... 搞回來 你嚇我那個... 看一笑... 搞人格 人根搞之 對啊... 搞回來... 下兩個水晶 真的... 好... 這個我們來看真的是... 這個絕對是... 看一笑... 你這樣子弄我 我一定要弄回來 也讓你的工兵 沒有辦法安心採礦 搞人格 人根搞之 我在搞你 對... 好...這邊又來... 這邊又在你家 再下一個主堡 好... 這一場兩邊完全是打一個心機 這邊後面那也是光砲 狗後面要出來了 對...後面那是光砲 前面那也是光砲 但是狗出來了 狗出來... 來不來得及... 來不來得及... 光砲... 這個來不來得及很關鍵 非常關鍵... 來得及... 那如果... 光砲好了... 那就鬧到了... 鬧到了... 對...那就鬧到了 這個處... 兩邊... 我們按這個... 這邊... 對... 完全就是你家就是我家 我家就是你家 大家一直把對方加上自己家 對... 蟲竹就差說不能馬上下一個地刺 對...沒錯 反正你可以下光砲 為什麼不能馬上就下地刺 對... 在你家塞地刺 對... 好... 這個開局真的很妙 對,這個開局兩邊打得非常… 你來我往前五分鐘 就是各種的對決 對... 好險SOS沒有進來看 我覺得這是甚麼開局 我覺得他其實... SOS也是一個蠻喜歡使用一些戰術的 真的嗎 也是... 對,但是他刻的戰術會比較偏向中席 不過這種... 其實我覺得這個戰術 這兩邊來講 這個都是刻的 其實都還蠻正常的 還蠻有趣的 不過這個開局到現在對雙方來講 公兵數差不多 19對21 人口數也差不多 對,這樣子鬧下去 其實我覺得對於... 所以蟲竹來說還是比較虧一點點 就是因為他的三礦、四礦 畢竟比較遠 所以對於蟲竹來講 在中期神竹的一個進攻的態度 比較多 那蟲竹就要小心了 就變成說在科技的選項上來講 我覺得蟲這邊來講 就會來得比較小心 你看對方如果有一個快攻壓過來 你的兩個礦超遠 你根本沒辦法守 對,不過蟲在四點鐘方向那邊 三點四點那邊也放了一個礦 對,就很遠 這邊也有一個礦 現在已經是三礦了 三礦下下去 只是蟲竿那邊還有一個光炮 他沒有辦法...兩顆光炮 他沒有辦法解決 對,他這邊沒有辦法 所以這邊其實就看 這邊HES的蟲竿也好 那現在這邊兩邊 算是前期的運氣過了 我覺得這邊算是... 算是小小的... 有點心理上的優勢 剛剛有營運嗎 不是在各種鬧嗎 對 有啦,還是有營運一點 對,還是有... 單純的只是因為你沒有二礦 所以你這邊對蟲竹來講 壓力比較大 所以我想心理上會來的壓力大一點 不知道你甚麼時候會衝過來 工兵術的部分 蟲竹沒有領先很多 對,這個太平點沒有領先很多 很正常 而且因為他第二個主堡被迫取消 最後我們看到HES來做前壓了 好,狂戰士來了 好 我覺得這個觸很大膽 俄本提得飛… 算是提得很早 那這個坡過來 開山框 前壓同時開山框 出這個有點打得很偷 但他沒有留意到對方的前壓 所以他這個山框會被鬧到 有點嚴重 趕快再… 厚蟲被追殺 對,厚蟲這邊要盡量能夠留就留 因為厚蟲不留住 等一下母艦核心過來 不好意思 他也在等他 唉唷 那這個的話 沒辦法應該是… 好,沒有問題 齊霸先把框是趕中 我們先回來再說吧 應該還沒有那麼快 擊殺了七隻工兵 而且黑斯這邊三框開下來 出這邊應該沒有辦法打對方的三框 因為厚蟲才剛提好 而且現在還沒有看到 黑斯已經下了三框了 工兵術 神術已經超越了 充足了 對,黑斯這一場 我覺得在前面鬧到之後 就來到他的節奏了 黑斯就是那種不鬧到你 他就…整場就會很難打 因為不在自己的節奏上 就覺得打起來不舒服 但鬧到之後 他的節奏就會來得比較順暢 對,包括台灣重王San還有AK 都要先跟Has說 我們正場開好不好 對,我正場打 昨天San唯一輸給Has的一場 也是被蓋到光炮 對,所以這個其實對於… 好,觸子插 他沒有辦法直接跟Has說 這是我們正常打 好,現在… 對… 直接往三框走 看到啦,看到了 你開三框了 其實這個有意識到他要開 只是你這個… 就是Has開的時間點 確實是非常非常早 那我們來看到這邊壓過來 來… 立場,大光炮丟得很不錯 速度,正確 這邊夾…夾得不錯 蟑螂表示 夾心餅乾很擠 對,而且也被各種… 警備大光炮打 還被母劍核心打 對,非常漂亮 這個立場放得非常好 一次夾了四隻蟑螂在裡面 算是讓這個蟑螂的數量 直接就減少不少 不過這邊接下來是三框 因為你大光炮丟了 你三框怎麼少 OK 不急… 不急要刷兵 攻兵快躲 現在趕快拉哨尾過來 對,哨兵過來 這個還要小心 你在這邊… 兵力不夠的時候 要最小心對方的前壓 好,雖然虛空在上面很糟 不過這邊的話,哨兵損傷很大 哨兵終於被攔截掉了 對,還有這邊的話 這個分兵 這邊的話,觸打的這個壓制 壓得相當不錯 下面開始補弓兵 三框不能掉 這個有沒有掉很關鍵 那幾隻翼化蟲掉都掉吧 這個沒有辦法 你為了守住你二框 幾乎是沒有…幾乎是不設防的 對,還衝上主框了 對,這一個壓制打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那對於開始來說 真的是有點被打到… 被打到這種排名,沒有辦法 對,即殺的工作單位23對7 對,有點太…已經有點多了 關鍵還是你剛剛的哨兵出去 要守三框的時候被夾,被夾掉 沒有哨兵守真的 你的二框就沒辦法封住門口 封兵的數量掉了 掉得非常非常大 好,終於守住了 部隊直接前壓 黑石這邊打得很聰明 好,這邊的話 但是這樣的話 你這波前壓就一定要小心的是 因為對方一定會第一時間刷兵 但你這波的部隊 對方刷一輪兵你就打不贏了 好,你只能給壓力 看一下,往後撤 對 出這邊,中狼 可能要直接閃了 哨兵最好是留起來 對 真的閃人 對 母艦核心,Record回家 不過這個判斷是非常正確的 因為通常其他玩的 從就開始補攻兵 那黑石這一波的其他 就是逼你不能夠不斷的補攻兵 對,讓你補攻兵補一補 還是要回過頭來 還是要刷點兵 起碼經濟的落差不會太大 出這邊選擇了 百神獸 好,終於把這坨牛油給擦掉了 把二礦的光炮跟水晶打掉 橄欖槽 這邊要把二礦重新開起來 這樣的話出就會來到四個礦區 那對於黑石來說 剛剛被鬧到 導致現在整體的一個科技 是沒有辦法起來的 家裡面沒有其他的建築物 他這一波還是得要前壓嗎 他這邊有狂戰士 還有兩架虛空 三架虛空 對,其實這個他一定想要鬧 但是他知道打不贏 現在這個時間 對方的佩兵組成玩客 就是… 基本上蟑螂配後蟲 這種佩兵組成已經打不贏了 家裡面選擇的是目光易會 但是等一下遇到的會是百神獸 非常… 對,有點難打 有一次百神獸 等下過來都不知道該怎麼打 對,你沒有具象的話 怎麼對付小蟲蟲 對… 反而是觸… 這部隊… 過來囉 太后… 不過看黑石這個部隊還滿多的 應該是有機會守得住 對,他這邊的話 我覺得部隊是想打 還感覺是想要… 還是想要來給對方一點壓力 但是… 現在這邊一定要想辦法把戰線往前推 對,不然等一下百神獸出來 直接壓臉上就很難打 那這邊的話 部隊應該要往前走 不過出這邊也是打算很聰明 分了一點兵,給你一點壓力 神東即西 而且這個蟲太鋪得很勤勞 都快要鋪到人家三況了 對,出的這個基本功真的非常… 他的這個蟲太鋪設施 我覺得非常非常到位 好像甚麼都沒有鬧到 很難打 我們看到選擇了… 選擇了優能風暴 就是閃電,但是你選擇了閃電 百神獸,你能不能貼到對方的臉上 來放電還是這個問題 不然你電小蟲蟲也沒有用 好,立場 這個立場放得不錯 第一時間,漂亮 這個封得不錯,但是… 另外一邊 能不能… 有,那這邊家裡的防守 有沒有立場… 有,封開 可以…有一隻虛空 那可以了,這樣防守應該沒問題 只是攻防可能會掉 還要再丟立場 不對回來了 我們看到這邊出場很聰明 他就是要突然百神獸出來 他只要… 這個從他的鋪射到前線 他只要百神獸出來 利用對方砲台 我們看到HES這只能往後退 對,百神獸已經出來了 對 可能免洗的,免洗快了 對,免洗的小蟲蟲出來了 這對於HES來說HES的偵查 這一場並不夠到位 因為前面一直不斷地被壓制 他的哨兵力… 他的哨兵能量沒起來 所以他就不能丟… 就是幻象去做偵查 所以他這一回合的偵查 是非常非常不到位的 所以他還會選擇 這樣一個科技走向 但是當他發現了 百神獸,他就很尷尬 對 部隊選擇繞過去 好,這個選擇繞過去 我覺得不錯 一定要選擇繞過來 那這邊的話,我們來看 一過來要不要先點 先點掉,什麼 先點掉改眼蟲槽 有機會 工房點掉 改眼蟲槽,有沒有 直接點改眼蟲槽 好 起碼換掉你的三框 那這邊的話 我們看到HES就直接 往三框打了 對,跟你換框 對,這沒辦法 這不得已 這邊一個漂亮的雙線 主框那邊也在騷擾 做得相當相當的到位 那就要看HES家裡面 現在要怎麼樣來做防守 他的部隊選擇往前頂 對,他有16隻的百神獸 對,家裡面好像用少量的百神獸 配合… 配合後蟲來做防守 不過這邊已經可以墊了 稍微拖一下,往後墊 選擇回救 這邊百神獸沒遁 第一時間沒留意到 那這個兵可能要送掉 這邊處發生了一點失誤 看起來也是因為家裡面 不斷地防守 那這樣的話,HES三框沒掉 那現在變成三框打三框 對 但是處的部隊繼續要再往前挺 他的百神獸再往前推進 喔HES的 這一個進攻打得非常非常的聰明 但是他沒有… 還沒有殺光全部的百神獸 所以… 還不能說就是守住了 接下來…接下來就是重點 因為我們來看這些小蟲蟲又來了 立場 虛空要不要幫忙打一下 對啊,那個小蟲蟲 小蟲真的太多了 對,小蟲蟲非常多 那這邊我們看到下面第二輪又出來 現在的百神獸數量是17隻喔 這個數量是很難打 還有蟲蟲 繞過去 要先對付小蟲蟲 對,墊兩下,直接頂 直接…直接上去 還沒有出來 小蟲蟲還沒出來 等一下 小蟲蟲出來了 再來 要不要丟個環球 這個都走不掉,但是沒辦法 好,起碼要把對方頂到往後退 對 起碼要把對方往後頂的話 自己的二框、三框不會有危險 那這邊要走回來做防守 救我 好 好 三框繼續守住 對,這個… 還下了四框了 沒有觀察者 那這邊的話 我們看到他又回來了 又回來了 對 神出鬼沒的小蟲蟲 對,反正都出來 不然你沒有具象 就是這麼令人討厭 這真的是沒辦法 好,我們看到這邊又來 趕快就把那個環球打掉 就不斷的打到對方的環球槍 但是這真的不是… 不是長久之計啦 直接砍出吧 不過這邊蟲蟲出來了 我們來看這邊 哎呀 我們看到免費的兵器 要換成很討厭 那個墊一把墊不完 墊不完… 那叫兩把嗎 對 而且那還要他不動 那因為小蟲蟲會動 對 會不會站這樣讓你墊 好,虛空出來了 虛空出來找麻煩 好,只要能夠找到 不過反正就跑了 哎呀…感染中 感染中 哇,被釘到了 這個釘球球 哎呀,這邊直接打了 CG 所以在第一回合比賽 是由韓國選手 去武獲勝 先休息一下馬上再回來 新海戰八二第二季的季軍戰呢 七戰四勝制的比賽 第一回合呢 是由韓國選手軍L2 房太豬選手獲勝 現在進入到的是第二回合 這是由上個回合落敗的 由於閃電狼 從HES柯玉逢選手選地圖 他選的是岩獸這張地圖 對,我們現在看到 在七點鐘方向的 那這一個是由於閃電狼 紅色 紅色的神族 再來到的是一點鐘的方向 下面看到的 這一個是軍L2 韓國選手 藍色藍色的重組 不過上一回合 我們只看到 HES他的虛空劍被 觸的感染蟲給定了一下之後 他就打GG了 是真的就沒得打了嗎 其實那些虛空劍他的主力 其實上一回合最大的關鍵在於 他沒有爭取 就是被潛壓之後他的哨兵 所有的哨兵都就是送光了 那也沒有守住自己家裡面 就是被鬧到很多 那其實當你哨兵被哨到 真的很尷尬就是 你就沒有幻象 所以上一回合的HES的 偵察很不到位 他家裡面選擇了 等於說是被對方玩客的戰術 他選擇了電兵 高階三號五四 對 但是對方選擇了百生壽 那真的是沒得打 那是沒得打 因為你電需要消耗能量 百生壽那個兵是免費的 對 那真的是 真的是他 我覺得他那個潛壓已經很聰明 就是一定要繞過去潛壓 然後再宇扣回家 三礦沒掉 換掉對方一個礦 但是對方只要百生壽 永遠留在那裡 再加上觸著重胎鋪設太到位了 所以真的沒有辦法 情況之下 因為他不斷的用兵具要換 他沒辦法擠出巨像 只要巨像沒有出來 他就是永遠打不掉那些百生壽 那時候看 這個黑色 自己三礦有守住啊 甚至還下了四礦啊 就一看到虛空被定 然後滅了 他就打GG了 對 那邊其實他想要殺百生壽 唯一的機會就是 用虛空去抓到對方的 就是沒有留意到的地方 沒有留意到的時候 去偷偷把對方的百生壽點掉 因為沒有巨像 可是如果沒有辦法達成 然後虛空的死光 對方衝過來 他就爆炸 這邊 對 那這個回合呢 看到黑色比賽 絕對開局要特別留意 要特別留意 這位他打的是正常開了 正常開 對啊 不能再瞎聊 收備區 你不變啊 或什麼的事情 一定要特別留意 有一些有的沒的 對對對 我看到黑色 唉唷 這邊 蟲竹下了三礦 對 那這個三礦時間點也很早 不過他並不是裸三 他是裸霜之後下 孵化石再下主堡 但這個依然是很偷的喔 不過黑色這位 我已經叫小朋友 他才16歲而已喔 過了這一個年 又算17歲了 真的從電競六年的第一季 就是個人賽開始 他還來不及參賽 那第二季開始參賽了 那時候他例行賽 是B組第四名 結果第一季後賽第一場 就輸給了AK 對 那後來還去打升降賽 但是呢 電競七年的第一季 就上一季 哇 他就演出老五傳奇 第五名 贏了軟球 贏了AK 贏了Ian 然後四強賽輸給了Sid 然後最後季軍戰輸給了哈斯特 荷蘭選手 上一季他是拿到第四名 哇 真的進步超快 對 黑色的進步 真的是非常非常神速 因為我們在講 那個紅牛飛 Sid拿冠軍 還不能忘記黑色 可是拿了第四 第四 對 也是相當下優異的成績 所以其實 我覺得黑色的一個進步 確實是相當相當的不錯 而且還在… 搞到國際賽去了 對,沒錯 在國際賽上打得 也是非常有聲有色 對,之前也有聽說 他是打甚麼人類的嗎 還是… 對,打MAA的時候 他使用了封門 對,他用… 他有超酷的 用包弓箭… 對 用包弓箭破門 對,他門口 我覺得這個打得非常… 非常有想法 我覺得有想法是很重要的 好,這邊處… 處是人意從亡 我這邊遇到黑色 來這邊蓋瓦斯場 對,因為主堡沒蓋到 這一回合黑色有留意到 對方想蓋他主堡 所以他沒蓋到主堡 只好進去 退合球其實蓋瓦斯場 也算有搞到,心意到了 對,心意到了 對,心意到了 這一回合看起來 我覺得打三不熟的機率很高 這張地圖是非常… 非常適合三不熟 那這邊來看一下 不過這邊是已經被看到 他放那個位置 就會給地方看 當然在這一季的季後賽 也滿重一點 會形成一邊洋將在那邊 一邊本土選手 其實最重要就是 黑四拿到了A組第一名 對,沒錯 對,才會形成這樣的一個狀況 大家也不要多想 反正賽茲本來就是這樣子安排的 對,這個其實因為賽茲是 預賽應該是 對,他是B型賽的成績 來決定你的分… 來決定你紀錄賽分組 對啊 所以因為聖是B組的第二名 對,所以變成一三名 會分到一邊 然後A組的第二名會分去 跟B組一三名同一邊 對,那剛剛黑四又擊敗了SAPI 對,他最重要就是 最後一場立行賽 擊敗了SAPI 拿到了A組第一 分組第一 所以這樣子 才形成了我們這第二季的季後賽 如此的精彩 你看季軍戰 台灣人對韓國人 冠軍賽也是台灣人對韓國人 對,沒錯,而且還要特別講到 例行賽的 那例行賽的分組怎麼分 是由選手去選的 對,是由上一季的冠亞軍選手 去選他們 想要對上的 他們選選 他們選誰,那個人再選 所以就是一直選下去 那也不是主辦單位決定的 對,也是選手自己去選 但是他們為什麼 會想要兩個同一邊 其實我覺得還滿有趣的 我真的是出了 就像SAPI講的不朽 對,來了,三不朽 三不朽 出很早就發現了 我們看一化蟲已經先過來 給你看看 那家裡面選擇的是刺蛇 這個也是非常非常到位的一個防守 好,看黑蛇三不朽能否奏效 好,好像要被發現了 立馬被發現 到處看看 床底下,門後面,櫃子上面 櫃子裡面有沒有偷藏水晶 這三不朽就是一翻兩瞪眼了 這張第五三不朽是非常非常強悍的 沒錯,但是 在處第一時間就發現 對手一毒的情況之下 處的這個蟲胎膚色 還有冰種選擇都是非常 我覺得都是很正確的選擇 這應該說是防三不朽 教科舒適的防守 所以出刺蛇就對了 出刺蛇配合一化蟲 因為這兩個冰種 都不會被不朽課 不朽磚打蟑螂 對,然後後面少量的一化蟲 不斷的干擾你的水跳 那你沒有辦法有效的 把自己的兵力蓄起來 好,這邊把這個打掉 這應該是散交他的 用落石陣,落石技 好,這邊過來 神族的水已經被打掉 現在稍微卡人頭 漂亮了這個 想要做各方面的包夾 下面再封 再封 這一個 不過 看一下 站的這個位置實在是不是很好 雖然說立場放得很不錯 但是 刺蛇的一個距離遠距離優勢 這次就在這邊產線了 打得真的是非常非常遠 追劣沒有刷出來 對,刷出來了 對,終於出來了 對,這張圖在之前觸也是 就輸給了散的最後一回合 那一回合原本我以為觸要贏 但是散真的是... 我後面那個極限操作 真的讓我看的是探圍觀止 對,蟲竹 其實就在這個位置 一直守一直守 對,後來一直擠出具象來了 這個位置真的會三面受敵 對,真的 但是這個位置 如果你選擇是異化蟲配蟑螂 你就會被立場包到 你沒有辦法 就是立場會很有效地把你隔開 對,但是因為我們剛剛就看到了 刺蛇的距離夠遠 它又先生了刺蛇的射程 對,所以才能夠就是把你夾在這中間 然後讓你很難處進攻 就算你立場放得好 它一樣可以打得好 好,這邊來 立場放,不得下來 包,一樣 來,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對,往一邊打 盡量不要全部都受敵到 下面立場,要不要再隔 沒有立場了嗎 再隔了兩個 對不對,沒有立場了是不是 這個沒有辦法 這樣的話打不起來 家裡面一定要轉出 一定要轉出具象了 對方的刺蛇數量已經太多了 對,也是刺蛇一大堆了 對 還要 還要沒有辦法吃到 大量的… 但還是… 它哨兵剩一隻 對 兩隻 數量不夠 三個 其實它剛剛的哨兵 其實看起來就立場也不夠放 就算你有哨兵 可能也沒有能量 他們又有刷哨兵 對,再傳哨兵過來 但這一回已經很不妙了 這個… 還是這邊的兵力這樣子在補… 當刺蛇的數量超過一個臨界點 你就很難打穿了 對啊,一直… 沒有辦法往前面打 對,沒有辦法往前面打 這張地圖… 這個… 因為三不九實在太盛行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一回合… 這一回合觸是怎麼應對 對,你都不過來我就不上 我一定要等你擠到… 擠到我可以包夾我才上 對啊,感覺就是HES在… 處家後院了 逛來逛去而已 什麼事都沒做 對 看看花、看看草 那… 那處就繼續營運了 有一個小部隊要衝過去了 對,這個部隊已經多到 可以往你家衝的話 這個對於HES來講就會爆炸了 只要它稍微分一點兵到你家 HES就只能回撤 那如果現在趕快叫回家咧 對,我們看到這個用了 再來 我們看到這個部隊量 上面那個根本就是弓箭手啊 刺蛇 我們在打光炮,光炮再輸出 我們看到兩個光炮 又開光炮了 太有趣了 前線開光炮 對,立場…有沒有辦法隔 但是我們看到這個輸出 刺蛇在上面的輸出 你沒有狂戰士會幫忙打 因為他在山坡上 狂戰士打不到他的 除非你有巨像可以無視地形跨上去 對,不然你這個沒有辦法 你的光炮是打不到他的 所以我們看到人口慢慢要拉開了 對,現在差了快50個單位了 如果現在叫回家 趕快再營運,來不及了 現在絕對不可能回家了 你現在這個回家就輸了 對,受到攻擊 回家再生巨像 要上去嗎?立場 隔 這個上去也不太可能 上面的刺蛇出傷太多了 哇 結果 還誰打的GG 七戰四勝之的比賽 JuneL True取得了2比0的領先 先休息一下馬上再回來 來 來自於韓國的選手 房泰豬選手 JuneL True 在七戰四勝之的這場 季軍戰已經取得了2比0的領先 現在進入到的是第三回合 上一個回合落敗的 由於閃電狼的HES 柯玉鳳選手 他選的地圖是冰霜之地 對,我們現在螢幕上看到這七戰中方向 那這是由於閃電狼HES 紅色 紅色的神族選手 好,再來到了11點中方向 下螢幕上看到這個是 JuneL True 韓國選手 藍色 藍色的重組 不過上一個回合 導致相信很多的觀眾朋友 會看得 不是很過癮 感覺沒有痛沒有癢 怎麼就打GG了 就結束了 對,但其實我覺得那個 上一回合可以完全看到 就是我覺得HES 在這張地圖選擇打三不熟 那是大部分的神助選手 都會做的事情 對,就是這個其實我覺得 尤其是 對,所以其實 樹剛的那個防守 是完完全全的 教科書式的守三不熟 就是出完客你的兵種 在你來的時間點先爆出來 對,然後來做防守 這完完全全就是教科書 大家如果 你的朋友很愛用三不熟打你 你又玩蟲竹了 就可以考慮這樣子來送 所以 True 不用膝蓋用腳趾頭想 就覺得 就知道三不熟要來了 因為偵查到了 那張地圖再加上他又... 就是因為那張地圖的關係 他就會先去看 然後他又第一時間 就看到了那個機械製造廠正蓋 他就直接默認你三不熟 對,所以其實 上一個回合可以說是 我覺得是戰術上 完全就是被觸壓制住 所以... 是,雖然擠了一大堆兵 後來這個也... 覺得打不下來了 所以也沒什麼交戰就... 對,打不下來 那一波看在那邊 其實就知道 其實在前面基本上 三不熟如果你兩次的進攻 沒有突破那一個陣型的話 其實你就差不多 因為當你進攻兩到三次 你的立場就沒了 對,那如果你 哨兵終於還一度死光再補 你再補出來的哨兵 你沒什麼能量 所以其實就很難 唉唷... 你又打... 這個是... 他是又打裸三喔 所以... 才會讓造成S覺得很不爽 你又打... 是... 是今天第一次打裸三 對,他今天第一次打裸三 因為這是當四人圖 他認為對方不會低點數的話 他說不知,這當是很死 對 沒有什麼圖是不能蓋光炮的 直接水晶就直接封住 對,然後他現在就可以下去 在這個地方再下光炮 而且等於說你的工兵 還沒有辦法出去 看到了,那這個... 真是不好意思 只好蓋光炮了 總算是賭到你了 應該還要再補一個 好 這隻探測機真的厲害 這就是神族的 對 點後不離 他愛蓋幾個就走了 我現在還沒看到 對,這個就是會讓蟲族非常困擾 就是現在的術會很尷尬 就是三礦也起不來 二礦要掉了 所以他絕對就是單礦打 那你這個三礦就按取消去別的地方蓋 你取消我的... 好 蓋好了 不用了,這已經好了 才聲明煮成熟飯 對 那這個對於初來講就... 這開局就是已經... 這已經虧到... 不知道該怎麼說了 對,虧到馬里亞那海溝去 這麼的深 對 他趕快下廠商班之場 所以這個會造成這樣的結果 是因為他裸散 因為他裸散,對 因為他不偵查裸散 啊,不對 因為他打HES不偵查裸散 對,我覺得這個是... 你打HES這種學生 你絕對不能想著 不會,這張地圖不會 他就是... 抓準你的這張地圖 他就是臉無複說 這張地圖我怎麼可能搞你呢 對,然後... 我就是要搞你 對 無庸置疑 而且還想說你都已經... 臨鼻的落後了 你還會想要用搞的嗎 沒有這種事情 對 就是因為臨鼻的落後 他更要搞 我要這邊前線出蟑螂 繞路去打你家 這個選擇很聰明 給你一點壓力 我覺得出了這個選擇 非常非常正確 但是能不能夠到的是 另外一回事 因為已經看到了 他應該是會把門口封起來 再下一個封號 單框 好,出裸三 明明是單人床 結果... 飯店說不好意思 你只能睡單人床 對 你只有一個礦而已 對 所以這邊HES就好好的營運了 這邊的話 一定會想要硬走進去 這邊就看... 我就要看HES 有沒有留意到這件事情 絕對不能讓它溜進去 只有五隻蟑螂而已 所以其實你只要... 不要讓它溜進去就好 出海生了遁地喔 所以其實這就是要... 他就是要... 要潛行進去啦 應該沒辦法溜進去的 因為他這邊就是要 打掉你的光炮之後 然後遁地回去 讓你這輩子都沒有辦法打死 遁地回去你又看不到 好 門口... 這個門口一定要特別小心 對... 對... 一定要特別小心 有... 有... 丟兩個光炮在擋 好,有沒有 這邊在打... 然後等一下蹲地好了 這個回去補血 就非常非常... 非常非常愜意 HES這邊要怎麼打 你見核心出來 你見核心出來 好,蟑螂... 拿母電核心沒折 那邊門口打掉之後 HES現在在裡面要特別小心的就是 對方接下來蟑螂的攻勢 嗯... 還有他特別想說要卡人口 他的水... 五顆水晶在到門口 六顆... 他全部掉光 家人趕快開始補水晶塔 上面那是布景啦 不是他的水晶 好多水晶喔 那也不能花的水晶 那是真正的水晶啦 對... 那不是公弦族用的喔 不然就真的批音罷了 選這張圖還有用不完水晶 開場人口200 又不是匈奴 對,匈奴 不用蓋房子 所以蟑螂馬上會過來了嗎 來了…已經在路上了 絕對是會過來的 這毋庸置疑 對,已經到台中了 馬上要過新竹了 來了… 現在沒有收費戰,還很快 沒有收費戰 當然會經過發兩層皮 對… 聽說從橋下走,會發皮 真的嗎 要破門了 最後大光炮了 徐國人的初來立場 這個蹲地… 蹲地帶的光炮可以爭議 對… 往後躲,往後退一點,繼續輔 所以旁邊那個光炮 現在僅存的光炮 是後來蓋的嗎 對…後面又補光炮了 因為他也知道對方要衝過來 趕快補先知 因為這個隱形 一定要有真銀的單位 所以那個很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 家裡的兵器被打掉了 要趕快補 後面還有兵器 公兵數是48對34 蟲族… 這是…神族的公兵比較多 對,因為很正常 你是單逛開 對… 對… 11個單位 其實公兵比較多 對… 這一場其實就可以考慮 打一個雙礦一波了 因為對方前級爆了大量的蟑螂 這個雙礦一定很好 現在要不要考慮 開始爆兵直接前壓 我覺得很有… 我覺得還滿適合的 可以考慮 因為現在我們看到 處這邊開三礦 他也知道 也知道對方開出三礦的情況之下 其實看你要不要跟對方打贏 你也不一定要 可以給對方致命的一擊 對…人口數是差不多的 對… 工兵數是領先很多 對… 現在開始處要趕快補工兵 因為我們看到工兵數量真的太少了 這個時間點就是HES的時間點 我們看到…再加速一攻 看起來是…後面還在補兵營 感覺是要打的 這個兵營數量 要打了… 戰爭一觸直發 七個兵營嗎 對 好,虛空… 虛空先往前衝 虛空往前走 前線又可以直接刷兵 這一波的時間非常非常準確 而且在這個… 以為說是七跟八的位置 放一個水晶 正面這個部隊打過去應該… 很強… 這個時間點很強 非常非常強 還有一隻先知 砍口了 要打了 直接擠進去… 直接進去丟立場 我們看到這邊沒有辦法 這邊的部隊還沒補出來 砍口了,很紅 重複砍人口 對,這邊直接上去了 這個直接帶走了 這個上煮會結束了 好… 這一波打得非常非常準確 對,而且先射掉人家氣球 打掉王蟲,馬上都讓人卡人口 也不一定要打斜坡下的 因為這立場就隔一輩子了 好,這邊直接上來 我們看到出道現在 連二本都沒有 就知道它的整理和經濟有多差 可以 下一回合它應該不會再落散 再也… 再也不裸三了啦 一開始就裸三 就被一直虧得被打 後面有虛空師 不過這邊隔上來兩個 兩個後蟲走不掉了 希望立場好像消失對不對 消失了 然後就上來兩隻後蟲 又有力 對,又有了 再隔 這邊的話… 組礦掉了這個整理的經濟 其實已經很難了 尤其是當王蟲真的死太多了 我們看到這邊就是一直補立場 一直補立場 打掉,趕快回… 打掉趕快上樓梯 擠上來 再打工兵 對 這個工兵全部包上來 要走嗎?沒有… 不要讓工兵走 對,工兵不要讓他走掉 關起來打 非常殘忍 這邊山礦 這邊掃樣追列又在弄 好,立場不夠了 要走了嗎 還是沒有…沒有辦法走 沒有餘空 沒有能量 有能量嗎? 不過已經死光了 對,死光了 只要虛空一個人在消滅 先知見在那邊也在回魔 不過這個掉兩個礦 其實對於處來講 整體來講這個經濟 是完全沒有辦法的 環子不要送啊 環子沒有必要送 他想守住這個地方 還在補追列 他想守住 他想直接打死對手 對,他想守住這邊的水晶 這邊確實可以稍微推一下 這個補血 在這種會戰 感覺起來還是有 有硬拚 對,因為他在操作前線 所以他這邊感覺起來 有點顧不來 但如果這樣打著打著 雖然感覺起來 虧待虧石人口來領先 因為確實 打掉對方兩個礦 這個經濟真的太傷了 但是虧石所有部隊送光 其實也並不是一件好事 只不過現在看虧石要怎麼打 他可以選擇繼續再往前頂 也可以選擇 往前頂也要開礦 對,他現在應該算有巨大優勢 對,是巨大優勢 他其實可以往前頂開礦 這樣就算打不下來也沒關係 對,他保住了前線的水晶 對,觸到現在已經停瓦瓦斯 停瓦瓦斯就表示… 就表示他沒有瓦斯 對,就表示他工兵非常不夠 對,經濟真的很差 對… 就這樣你把吹風機的插頭插到在插座上 你才會翻 我才會翻 就少一個插座 對,就少一個插座 然後就打進去 還是扳回了一城 現在是1比2 剩下一回合的落後了 我們先休息一下馬上再回來 季軍戰現在進入到的是第四回合了 目前還是韓國選手 取得了2比1的領先 觸取得了2比1的領先 不過上個回合獲勝的是 咱們台灣選手 黑死柯玉鳳選手 所以這個回合是由觸選地圖 他選的是永夜之境 對,我們下一步上看到12點方向 那這裡由於閃電 紅色的神組 目前1比2落後 加油了 好,再來到6點方 下一步上看到的是 Gmail True 藍色的蟲組 目前領先了 對,當然這一個回合一開局 就要看一下True 還敢不敢裸散 他工兵先拉出去 話不說 對 對不起,我一不尋你就這樣子 還是 還是 不要小心 他終於認清楚了這個小朋友 完全大意不得 所以三個回合 真的是一開始就 就一直虧著打了 對,那個真的你單礦打太虧了 我覺得他觸的一個選擇 已經很不錯了 他已經先用三礦好的主堡 然後補一些蟑螂往你家走 拖一下你的經濟 然後後面 把蟑螂補出來破門之後 再開這三礦 後來補經濟 但是 只能說你只要被扶到 那個劣勢真的太大了 沒辦法 對,還記得開場的時候 特別請教Soubei就是 處四強賽對San 通通五回合都裸三 也只贏了一回合 對 可是Soubei覺得裸三還是正常的沒錯 我覺得你打San的那個打法 裸三是絕對是最好的開局 因為San的那個打法非常非常穩 San就是認定 我跟你打就是打基本功 San的一個 我覺得San的神打蟲非常非常的強 對,是真的非常非常強 我覺得他的後期 無論是各種戰術選擇 二礦好的意思 裸三礦 打贏都非常非常強 所以他就是跟你打贏 所以這是最穩的開局 度過之後就進去中期 所以其實你開局能偷多少 算多少 所以我覺得裸三是最好的 這邊又被粗盖到珠寶 粗 這次跑到S家去蓋珠寶了 其實只要對方是單兵一開 確定對方一定是單兵一開的話 幾乎你都是裸三 對,那個經濟絕對是最好的 而他只是後面的一個贊助選擇 裸三是不是真的要... 要... 要顧得比較多 其實我覺得還好耶 因為以他們這種頂先選手來講 我覺得裸三都是可以真顧 那當然... 好弱 要讓他好了 那這個就會拖到... 太好了耶 對,他這個就會拖到很多時間 拖到... 拖到S很多時間 弓兵要討... 弓兵要討... 不然要爆炸 會被那個咬啊 對,會被小蟲咬 沒死...弓兵沒死 他在跑... 他在跑... 沒死,差一點 那等這個... 蟲胎散掉 才可以下主堡 對 這個就是... 完全就是要拖你的時間 他就是丟那個...300塊 對,就丟一個主堡300塊 對 就換你的時間 但這個我覺得對於生主來講 是虧的 對,只要被蓋到 對於生主來講就是虧的 遠程採礦一下 好了 好 那邊再賭吧 賭在旁邊 我們看到處這邊打得很小心 他這邊... 這一場三礦就晚 因為對方的二礦晚 所以他就想說 對方很可能 會不會直接打個一波 就轉打一波 二礦都不開了 所以他其實他三礦就沒開 等到確定你開二礦 我再來考慮開三礦 打得非常非常的沉穩 他每一個步驟都會 經過一番的思考 對,都是有他的原因的 所以有時候 有時候就... 有些人會問說 要怎麼樣進步 有些人會建議你 如果在看專門比賽的時候 你要自己去想 為什麼他會這麼做 自己在看RP也是一樣 我沒有賽評論 你要自己要思考說 為什麼... 那原因就是因為 開三礦 如果對方突然轉一個視頻去 你開三礦直接死 對,就是真的去想想看 他為什麼會... 有做這個步驟 對,沒錯 一定要多去思考 那這樣才會進步 你不能直接下判斷說 他可能睡著了 對,放在那裡三礦 對,對 對,對 就這樣忘記 特別是還要去想一想 你的對手的個性 對,還要想思考他的一個 戰術選擇 所以我們看他處都要去選 那不選就會搖搖 所以如果你在天梯上 但你可能不是很認識你的對手 對,天梯上不一定 對… 但打比賽是一定知道的 你在天梯上 你可以問他 你個性像是他嗎 那個代名詞 對… 然後他說 沒有,我個性像是收費 這麼花心 覺得沒有這回事 他像收費 那就是鑽石級而已 是大師 大師 謝謝 對,天梯上也可以問一下 但人家不會照時回答你 對… 當然不會老實講 對 人家會講說 請問你裸霜嗎 沒有…我現在已經放副畫質 好,開山礦的時間 我們來看 是剛開局是 Hace稍微小虧了嗎 我覺得Hace稍微小虧 不過因為觸打得很小心 所以其實我覺得還好 那這邊的話 他直接打一個時間 好,直接打一個 這個雖然有開局 不過他這一個時間 打得非常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準確 出這邊家裡面的兵 現在在補 但是會不會來不及 來,有沒有要拉… 再拉,對 這邊有四隻鳳凰 然後狂戰士 六隻 這個環球不錯 有沒有立場格 有沒有哨兵 只要有一隻哨兵 沒有…他沒有哨兵 對,他有追獵 有追獵,他後面應該會被點掉 不過他這個蟑螂出來 這個防守應該就… 沒有,不過這個應該算是被鬧到 王蟲不斷被打 這個情況應該會掉 現在是鳳凰無敵 對 在空中隨便打熱氣球 過去,別走 舉起來 對,舉起來 把他抬起來 剩下一隻後蟲都沒了 整個直接卡亂 一隻後蟲都沒,全部掉光 為了守他的所有後蟲往外拉 那這樣的話,對於… 對於處來說 他這個營利會瞬間延遲非常多 你先幾滴,這滴四滴 是嗎 鳳凰好像把他舉起來打 對 鳳凰還會舉下主堡 不然就是自殺 直接用母劍核心把他打掉 母劍核心第一次覺得自己的輸出這麼糟 母劍核心打掉好像主堡 這個回去領獎賞了 對… 歡是死不瞑目 尾刀狗 我們打這麼辛苦 沒錯 結果被一隻母劍核心的尾刀剪走 氣到不行 對,我記得 所有母劍核心的攻擊力 就像還沒有打針的機槍兵而已 對… 講到機槍兵真的很久沒見 下季有沒有 我們大家都… 剛剛還在外面跟事業教練討論 我們都很希望有 但是… 希望有 過一個農曆年之後 下個賽季三月… 三月一號開始喔 應該是三月 對啊,可以有沒有有機槍兵 這邊要走的是擺身射獸的 應該看… 不對,感染 走的是感染 四況選擇開在… 旁邊,這邊 開後面很保守 我們收費寫信給大維京好了 David King 要教他把人類變強一點 不行,變強了 其實已經不能再變強了 變強一點,搞不好 就會有人想要轉 搞不好還是想打人類 以後就…我覺得唯一解 就是以後禁止韓國人玩人類 然後把人類變強 好…就這樣決定 以後韓國選手 韓國出了星海只有兩隻 你只能使用兩隻 神族或是蟲族這樣 好,這邊頭後面留 這邊 趕快掃過來,快掃過來 所以這邊要追附長郎 鳳凰還可以抬舉對方 對,但是這個鳳凰居下打 不是很空 有虛空來了 好,虛空回來了 那現在觸只有兩礦 他現在才放下第三礦 因為他剛剛三礦主堡掉了 對,所以其實這回合 這樣子我覺得 剛剛HES的一個潛壓 已經讓他取得不錯的優勢了 接下來就看怎麼打了 因為我們看到這邊選擇的擺身 還是選擺擺身 他一度以為改戰 結果只是生錯而已 所以還是選擺擺身獸 他擅長擺身獸 這邊選擇的是盾地蟑螂 配合擺身獸的一個戰術 那等一下就要看… 因為這回合他有機械製造場 所以我覺得只要HES這邊偵察有到位 第一時間發現對方的意圖 那我覺得這一回合HES是不難打的 HES的三礦 跟觸的三礦下的時間點差不多 對,差不多 能不能發現對方擺身是關鍵的 只要你知道對方再出擺身獸 甚至擺身獸一出來的聲音 你有抓到這一個… 這一個環境獸 立刻趕快開始出巨象 都來得及 只要稍微壓制住 雖然說會有點晚 好,現在HES的… 狂戰士跟不朽都是一攻 對,他部隊在座前壓 一攻零防 有看到擺身獸嗎 同時走感染幾百身 我覺得這一回合 打得… 擺身獸已經出來了 看到了四隻 看到百身獸直接放棄 其實看到百身獸就不用硬打了 因為沒有必要 對,沒有必要 當然如果你的確定兵力非常非常充足 是可以直接頂進去 但是在你不確定的情況之下 你硬換反而很可能把優勢送掉 看到擺身獸就可以先把便當打開吃了 可能會打兩槍 對…現在立刻放在巨象 出巨象 然後我們就是出去拿便當 對… 我們各自有各自的任務 對,然後觀眾可以出去買前送 所以待會兒再看到那個… 那個…飛忙 就… 再買兩杯飲料、咖啡好了 咖啡,要買咖啡 今天可能要過夜了 工兵術跟大家報告一下 66對52 神族比較多 對 HES這邊比較多 但是HES… 而且HES人口還領先 所以知道這一回合確實對於 HES來說 這一回合是很有機會 可以有機會要比數板平 就看接下來的一個狀況 來,我們看到這邊擺身獸 下一招往後退 重胎一定要輕 對,重胎輕掉的關鍵在擺身獸 往前頂 他一定… 他沒有對風炮來就會怕 但不像第一場 第一場有… 對風炮來又有擺身獸 那其實伸出就很難打 沒有重胎擺身獸 擺身獸機動性已經很低了 沒有重胎又更慢 對,然後再加上你沒有… 你沒有重胎 後蟲就沒辦法來幫忙 你又沒有辦法放對風炮台 主要是小蟲子不能對空 所以擺身獸是完全沒有辦法對空的 不知道有沒有人做實驗 有蟲胎上面的後蟲的速度 跟沒有重胎的擺身獸 誰跑,賽跑比較快 可能都很慢 都很慢 擺身獸本來就是一個很慢的變動 好,這邊…完了… 完了… 橄欖蟲 要不要走 有沒有…趕快回來救人… 我見核心 對 不對嗎 這個我覺得要退… 要退了… 對,這個… 這個不退真的太傷心了 對,不朽,總共都被定住了 觸觀一次… 這是耗油的燈,不是省油的燈 除了感染蟲 對,這個感染蟲選 不過海蝦這邊開出四礦 海蝦這一回合經濟非常非常好 所以它這邊往後退之後 它的礦區甚至比衝速還多 所以其實它也沒有關係 它真的就不用急 家裡面把科技轉出來就很有錢 那它的具象呢… 說好的具象呢 一隻,第二隻快好了 好,對,快好了 這一次遇到百神獸 它可是要深具象呢 對,這一次比上一回合好很多 起碼這回合是壓著對方打的 而不是對方壓著自己打 百神獸到自己家門口來發現這件事 飛過來會看到螺旋塔 對,這個螺旋塔看到也是很關鍵的 趕快放…然後往後退 刷一點冰出來 要不要看到把螺旋塔打掉 或是把那個乾淨頭打掉 但是要打螺旋塔 前線在防守嗎 這個蹲地蟑螂打… 這個蹲地蟑螂打得相當聰明 那對於…其實來說要回來守 蹲地蟑螂的這個時間點 這個算是打得有點出乎意料 有點出乎海時的意料 我出的這個選擇非常聰明 大家也可以看到 這個蹲地蟑螂的優勢 結果還是… 剛剛的人靜空頭並沒有把螺旋塔 也沒有把橄欖槽打掉 現在再來…又來放了 就硬是要把它打掉 剛剛那個地方又在傳了 對… 又在傳過去了 對,它前線又在傳 打掉… 好,點掉,不讓它走 這個是不讓…對方不讓自己走 對,他的任務就是要打掉這兩個… 再點這個 差一點 差一點 其實今天的運氣 都是差了一點點 陳樹仁靜 希望自己也可以發射一枚飛彈 好,這邊… 每個礦區都要放光炮了 如果對方有這種蹲地蟑螂的時候 有…對 對 那出這邊也開始自己的事 大家都在開始營運了 腐化飛蟲出來了 兩…兩邊都快達到200了 所以我們剛剛沒有去買東西 現在絕對不要離開 對… 可能下一回要結束了 對… 已經已遲 這個真的…白身獸就是不斷地把陣地往前推 一寸一寸地往前推 對… 好,有兩隻巨象 三隻… 好 三隻夠嗎?還是少了完 三隻夠了… 三隻夠了… 對,三隻其實已經夠了 不要出太多 因為出太多 對方其實要轉變 會轉變 會很危險 所以巨象的狀況大概三到四隻 大概就差不多了 沒有…沒看到 他沒帶光炮者出來 有,光炮者來了 然後起碼把蟲來牽一牽 好 這邊來了,腐化飛蟲 對,這邊… 這邊又被… 正面要硬打嗎 我們來看一下 要電…要電得好 這個被電到直接… 這個… 對… 我覺得… 這邊活在自己的事況,找火 我覺得這處真的打得非常… 這對於神端來會覺得很討厭 真的打得非常討厭 好… 我知道還是發生什麼事了 其實是個優能風暴媒體 這又是一個失誤 就是一個很明顯很大的一個失誤 現在才… 對,剛剛會戰的時候沒丟 雖然有具象的輸出 但是… 你優能風暴也是很有效的 一個遏止對手的部隊 對啊,不然一直被感染重定 這邊還是等一下放個光炮吧 不然盾地狀行又來 這邊要看一下這要怎麼打 這邊其實我覺得 還是可以把小蟲牽一牽 他事況感覺起來 難道是要棄手 其實這事況應該是沒有必要棄手 人口還是領先對手 部隊的旁邊繞過來 還是可以從旁邊繞過來 抓到了,百神獸 抓到一點點兩隻,一個失誤 好,加一點的 好,這邊又是一個會戰 這邊的話,看電 看電 看電還有退死反饋 電和反饋都是關鍵 有沒有… 退… 電… 然後這邊的話 我們看到樹的這個… 部隊直接敗退 後手送光 百神獸也往後逃命 對,我們看到這邊的話 百神獸少量百神獸在前面 還在騷擾 但是這個不對量看起來好像 電完了 哎呀 後面還有很多的感染蟲 對… 不過後面又刷出了兵力 這個是閃追… 這個是閃追 如果部隊低到一個臨界點的話 閃追很冷直接跳臉上 不過這邊漂亮的一個分兵騷擾 那對於HES來說 變得又要回房 哇,這個又被拖住 還是得要回舊啊 而且這次沒有辦法recall 要直接走回去喔 對,我處真的是… 這一個蹲地蟑螂用的 真的是淋漓盡致 這真的非常… 這人口明明就領先 沒有辦法打就是沒有辦法打 光炮咧 光炮只有一個 對啊 這個時間點其實已經不用省了 就下就對了 下個…下個四個嘛 四個 對,其實真的就是下這 因為我們看到HES 現在HES 現在HES他並沒有把錢花光的原因 只是因為等一下 可能要拿來轉人口 就是留人口等一下來報兵用 我們還甚至開出五況 HES這回的優勢 其實真的是一直都… 始終存在喔 只是觸得真的打得很聰明 可是一直被遁地蟑螂給騷擾 他又得要回舊 對 沒有被擺骨作氣了 直接殺過去 平常每次… 如果大家每次看都是被… 重組被神組一直多線 這一場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實重組也是有辦法的 其實這樣子風格的重組線有不多 哇…這個殺的已經… 殺到弓兵殺到47 兩邊這個弓兵損傷都很嚴重 觸的一個弓兵量也很少 那這邊的話我們看到被殺… 關鍵又是殺我的同時 前線又被打 這個事況又要來守 對…小蟲蟲都已經推到 直接可以打主堡了 推到滿前面的 對…可能這一次往外抵 可能要把蟲才前線的 不過因為HES很有錢 不過HES這邊家裡面 他要不要放飛機場喔 因為對方如果等一下要轉低 對他來打還是很危險 喔…這個都要忘了 突然間又不太想走飛機場 這個都忘了太多了 取消 對不起 我不應該提出奇怪的主要 對 要砍光也要一陣子喔 這個主堡快要掉了 這個主堡快要掉了 不過因為他有五況 這其實沒有關係 不得直接頂到前線 這個直接繞過來 往底下打 這個直接打臉上 好 直接打臉上 我們來看 這個損傷有點大 這個被頂到有點嚴重 嘴臉… 這個好像死了一半 蟲胎要清喔 這個蟲胎真的要清 他要不要考慮把這個 前線的蟲胎也稍微清一清 對 這邊就兩個蟲胎流喔 我們甚至看到神族 這麼缺瓦斯的種族 我們看到瓦斯比錢多 這真的對於 這個在打… 我們在看到神族比賽裡面 這匪夷所思 他到底是要出什麼呢 我覺得他已經被鬧到 有點…不知道 有點… 他這邊已經被鬧到 有點身無法治癒了 他現在已經整個 在自己的節奏上 這個珠寶可能要掉了 對 珠寶掉了 他這邊要回去守 反而現在變得被動了 從剛剛的不斷的 機器主動進攻到現在 我們看到蟲斯現在打得 非常非常的被動 對 他合了白球 執政官 對 我覺得還是要打啦 只是看他要怎麼打 我還是一定要再往前衝 兩個人都有兩百滿人口的 剛剛真的是有優勢的感覺 對,其實現在沒有 現在差不多 因為兩邊現在人口都是… 兩邊現在人口都是滿 錢都是花得差不多 那個蟲斯用掉了 用在哪裡 對,高興聖坦五四 對,神族花瓦斯很快 我看到這邊 感覺起來還是在打這種 又是一個分兵 真的是… 沒有,這邊要直接打 對,這邊直接打出來 要不要直接打 直接跳臉上… 對,一定要直接跳臉上 這邊直接頂 再追 好,這個我兩百人口跟你對衝 只要衝下來就是神族的 好,電 誰把電 好,丟出滿滿的小蛋蛋 電,瘋狂的電,很華麗 這邊從下面再一個跳進來 神追 對,不過這個訂到非常開心 我們來看後面的部隊當勞回救 對,當勞回來了 可是感覺起來 這個當勞雙很明顯不足 還有這一波頂穿了嗎 他要退兵了 他要退兵?其實沒有必要 要嗎?要退兵 還要等小聳聳 死光嗎 牠是怎麼了 對啊,牠有繞另外一邊 對 這個其實沒有 沒有必要繞啦 對,剛剛那一波看起來打得下來 牠不知道對方的 不知道對方到底有 我覺得牠可能在打的時候 打到,我覺得這已經是 我覺得判斷上來講是 難道是出了一點問題 對,因為剛剛那一波 我覺得打在臉上是最適合 因為這邊一定要再來打 因為關鍵就是感染蟲 對方感染蟲沒有能量了 完全沒有能量 你絕對是可以很開心的 衝到對方的臉上 對,感染蟲 好,還可以定一下 但是應該是看沒有 那樣的吧 好,我們看到這邊結節敗退 出了部隊結節敗退 人口已經跟不上了 沒有瓦斯 還是這回合有機會 對,有機會 繼續往前 非常非常的有機會 人口領先了五十幾六十 對,牠有閃追 牠有追,你也可以往前跳 部隊上站在這裡 採採採部隊去採主框 其他部隊封門口 好,開始各自去打了 對 五花飛蟲是要打巨象的 我追尿在旁邊保護我 對,其實這場巨象 其實保存得非常好 但是現在這邊的話 我們看到巨象的時光 你會看到嗎 沒有,牠不會掛牠 他觀察者一直被對風炮來打掉 他每次被對風炮來打掉 他就要退兵 我才知道他剛剛為什麼退 因為他沒有觀察者看到 他不知道前面的狀況 他沒有觀察者 看不到白身獸 對 他看不到白身獸 所以退兵 他不知道前面到底有多少個白身獸 在地上 再加上看不到也打不到 他只能看到小蟲出來 所以他乾脆選擇退兵 所以原因是這樣子 我知道的 他們就是小眼睛 對 就是小眼睛沒打掉 多帶一打過來好了 對 再一次刷50隻這樣 對 小眼睛喊 對 就不用害怕 對 就不用害怕 不過現在這邊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部隊眼睛 雖然說始終解決不掉白身獸 但是礦局已經清光了 是 現在處的工兵只剩下13隻了 只剩下一個礦 13隻 白身獸剩10 抓到 這個抓掉了 對 被水裡抓到了 結果 就打了支持 這第四回合是由HES 再搬回了一場 雙方戰全了2比2的平手 先休息一下馬上再回來 這場寄軍戰啊 打完了前四回合 雙方2比2平手 現在要進入到的是第五回合了 我們台灣選手HES 柯玉峰選手連追兩回合回來 現在第五回合 由上個回合落敗的 韓國選手TREW 防泰柱選手選地圖 他選的是星際基地 對 我們現在11點鐘方向看到的 這一個是 由於閃加HES 紅色 紅色的神組 連輸2分之後追回來2比2 再來五點鐘的方向 那這是Dream AirTREW 藍色 藍色的蟲組 那是我們韓國的選手 上個回合打了遊戲時間 35分鐘 然後就幾乎是半小時 實際時間了 一開始其實HES的 第一波前壓就占有優勢了 對 其實我覺得 我們在講開局蓋到了主堡 蓋到了主堡之後 出很聰明的選擇2框開 然後3框很晚 他去那個對方下2框 他還開3框 但是我覺得HES的那一波進攻 真的打得太漂亮 那一波他就是 他雖然開了2框 可是他依然是打了一個 台銘的空軍配合 少量的部隊 少量的空軍配合 少量的地面部隊進攻 抓掉的地方 所有的後蟲 還打掉對方3框 對 那同時自己開出3框 所以那邊開始的話 HES神族就進入了優勢 對 那這邊 其實神族進入優勢之後 HES這邊不斷的就是 算是我覺得 出那邊就是 烈士的情況 他只能出百恩獸來打 而且他本來就擅長 這樣子的一個戰術 那HES算是 我覺得打著打著 HES真的打得很聰明 不斷的多線燒 那個蹲地蟑螂 真的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到位 對 那最後那個部隊 真的是 好險喔 最後真的被鬧到 氣到不行 說不會往人家臉上塞 那那個部隊 確實是夠強勢了 只是說 一開始就覺得 他後來真的怒打一波 對 其實他應該早就可以打一波 這樣就可以退了 那我覺得他可能也想要 去到夠多的能量和 就是高階聖探武士 對 這邊大家看牛了 所以其實這… 而且最後那邊我覺得 出那邊打得很好 他都懂得放超多對空炮彈 所以HES每次 觀察者被打光 他就要退兵 剛剛中間有一度他退兵 我是說他判斷是否怎麼樣 結果不是 後來我發現 應該是觀察者被打掉 後來被打掉他就只能 又是一個裸山 這個 你這樣子 很過分 這樣HES能忍 你看你又裸山 HES每次你裸山他 我跟你講真的不要不信息喔 HES就是一定會 在下光炮喔 對 我聞看有沒有 HES甚至 那公兵過來 他都知道你一定是裸山 他又多拉一隻公兵去你三光 跟第二場的翻版 不要再不信息了 主要是對上HES這類型的選手 對不對 真的 絕對不要 覺得 對方不會搞 對方不可能不會搞 他就是HES 好 這邊拆 拆掉 拆不掉光炮好了 好 OK 三框這邊也在下 好 三框取消 對不對 三框HES這邊的 取消了 好 那就是鬧到二框 這邊的判斷稍微晚了一點點 如果他早一點點 他應該是鬧得到 但是因為他稍微晚了一點點 所以 三框那邊必須要取消掉 那當然觸很聰明 他也拉得夠多的後面出來 這樣的話沒有 就有點虧 但是沒有虧到爆 不會像第三回合那樣 對...不會像第三回合那樣 那個樓三 而且兩個框都被鬧到 那一場最關鍵就是 他也沒辦法出去開出三四框 對... 他這一回合最起碼 他可以開出三四框 好 果然這也改個位置 再下一個框 而且HES這一回合科技很快喔 我們看到 直接控制已經好了喔 等一下要加速了 有 取消 這三次在擋一下門 這三次在擋一下門而已 對啊 像一回合喔 那時候大家應該都非常著急吧 看到HES 瓦斯兩千多 被溜進去了 對 剛剛擋門的那個... 還好母艦核心出來 母艦核心出來 就比較不用擔心這個 主況咧 擋住... 孔正式 竟然擋住這麼多人 你們這群廢物 擋下門都不行 生氣 四個人圍不住兩隻狗 對啊 教練只是想要擋住這樣 對 對 還是要靠... 還不是靠母艦核心 對 超氣 對啊 蒜古哥 大家應該都非常著急 兩千多的瓦斯 是到底要幹嘛 趕快弄一弄 對 這回合打4BG嗎 好,觸打的是多後蟲開 他最擅長的三開之後 轉多後蟲 但是我覺得... 誰在這邊生氣了 7BG 還是8BG 7,還不在下 7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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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攻7B1 這個一攻7B1很凶 你如果開局就被鬧到 就是我在講 我在講常常神... 如果蟲族開局被鬧到 就會很怕神族的這種一波的打法 因為況太遠了 你的資源上會非常非常的困難 這邊放了一個前置水晶在這邊 對 偷偷已經到人家巷口了 我覺得這位的樹很危險 樹非常非常危險 等一下來看一下 不過家裡面好險 他有放蟑螂繁殖場 他蟑螂繁殖場已經放下來了 那... 最起碼等一下還可以出蟑螂來做防守 我們要後蟲 後蟲夠多 趕快往後退 來 再摔 再摔輪兵要衝了 一攻,等一攻好 好,追烈 對 好,一攻已經完成了 來 這個後蟲抓光 這個後蟲如果抓光 六隻後蟲 對,六隻後蟲往後跑 狗包得漂亮 來,這邊 狗包得非常漂亮 看後面的環式有沒有辦法刷出來 後面… 後面要刷環式 後蟲這個數量 後面的狗暗式刷出來 對,後面有蟑螂再補出來 兩邊,現在這邊 還是點了這個狗包嗎 對,狗暗式直接往前走 這個雙線 他選擇的是前線燒到後面 用狗暗式做… 這個漂亮,這個雙線 這個很可能會被繞到 對,這是穿狂戰士 是,是要扔狗,扔狂戰士 不過這邊的話 觸就是直接往外走 這個浮血浮得真的是很漂亮 很難打 後蟲釣兩隻 對,後蟲釣兩隻 那這邊的話,後面狗補出來 之前追獵如果全部死光 很難打 無見何心太早死光了 不過狗暗式在家裡 鬧得也不錯 追獵要繼續拖時間 好 這個砍到一半的血,追獵 充通壯烈犧牲 對,打掉主框,打掉主框就好 打掉主框就還可以接受 雖然還是…我覺得對於… 本來講,這個結果並不是很令人滿意 對,打掉了主框的主堡 對,放下木槓又會轉…要轉閃錐嗎 轉閃這一波很強 公兵補到44 雙方公兵數是一樣的,一樣多 人口數有重組93了 所以…從主堡是冰比較多 對,那這邊的話,因為主框掉了 所以我覺得在那邊… 我覺得黑石接下應該還是會打一拖 因為冰營的數量是夠的 他應該符定對方一定會 再放下…重新放下主堡 然後再重新往核子,然後再往上攀 不過這邊選擇的是黑暗聖殿 你還想要出銀刀了嗎 今天都還沒有看到銀刀 對,他選擇的是銀刀 是要再放下去主堡,沒錯 對,一定會重新放 那他科技應該也會往上攀 那對於處這邊來講的話 處這邊看他科技要不要往上攀 他感覺起來很擔心 所以還在補狗 他…他冰真的補的有夠多啊 處覺得對方還會再衝過來 對 人口三位數多了26 公兵一樣 對,但其實黑暗聖殿看起來是想開礦 但是現在出了這個部隊量 我覺得黑暗聖殿並不好開礦 會…開礦開出來 一定會開,但是要能不能守 對,會一直被鬧 對 能不能守是一個關鍵,因為… 立場… 這個鞋量… 這個… 這個藝高人膽大 這個鞋量他不取消 死都要留住 死都不想損失那個100塊 對,120滴血 引刀在前線 沒有生二本 這個要… 這個要出事了 沒有對風泡海… 完全沒料到 來了…三隻引刀 這個騷擾非常非常的漂亮 這個選擇完全出乎從族意料 出完全沒有想到 現在再下,來不及了 這個…這個現在再下 這個已經會被鬧到… 鬧到非常非常多 現在引刀,刀起頭落 三況主跑回主況 然後主況已經在燃燒 因為我們…二況在燃燒 你要往這邊逃… 對…要往這邊逃… 沒有,每個人攻兵 結果後面有引刀 我後面也有 往那邊倒… 我引刀是不是都是引刀 他就想說,我後面也有 有… 引刀要來…滅國了 對,這個最起碼三況要掉 二況也掉了 這個… 出這一回合 這個看起來是… 對,這個水有點大 那… 那… 自己的三況也已經開起來 準備營運 所以他是… 所以沒有辦法爭議 因為他以為對方還會再推過來 其實我剛剛不是… 因為他現在目光會的時候 我也以為他要走的是閃追破 對,所以其實… 在那個檯面很多的蟲蜀 很怕神竹會再打過來 因為通常你的阻礦掉了之後 蟲一下主堡 然後大部分的神… 可能他就會想說… 神竹會想說蟲蜀一定會補公兵 所以其實那個判斷 你沒有…也沒有對錯可言 因為只是… 就是抓對方的心理 那你只是抓錯 好,你到現在他現身了 他喝成白酒 因為出了監察王蟲了 對,他已經知道自己倒不倒 不過這個二礦三… 三礦沒掉好險 只掉了一個礦而已 所以這邊的話… 柱只掉了一個礦 我現在公兵術… 公兵術差多了 63對40 對,這一回合… 柱已經是劣勢非常…大 我們看到人口… 我們看到人口 對,剩下了17個工作單位 公兵術是神族領先了 現在22隻了 人口數現在差不多 好,這邊部隊刷過來 而且這個前置人也沒被發現 那這一波過來又是閃追加執政官 那這一波我覺得處很難… 很難擋了 這個要怎麼搜 好,來了… 處的王蟲的位置 其實都放得不太好 這個可能他要稍微努力一下 好,他這邊要選擇換家 換家,他只能這樣選 他知道,這…你根本沒有辦法 對,他要選擇換家了 對,他直接選擇換家 但是… 黑石這邊有帶大光炮出門的 有帶母艦和音出門的 所以這邊,袖帥你要跟他換 也很難 我們看到他直接繽紛多路上來鬧 他只要把主堡拆掉 再選擇旅客回家就好 主堡打掉 對,主堡打掉… 好,他直接打到立場 真的跟兵 這核心… 沒有跟大部隊在一起 對,他沒有跟大部隊在一起 他要把部隊拆鍋 他在主礦用立場封 漂亮,看一下神主主礦 立場不斷封,他封一輩子 完了,歪了… 蟑螂這麼胖都塞進去了 塞了兩次 說好的 封一輩子 封了三秒 真要稱讚 還有第一個封 真要封 那真的要比拆房子嗎 他沒有辦法叫回家 柱的主堡通通已經沒了 都被拆光了 反而是柱部隊,他要回去了 黑石應該會把部隊拆枉 柱情緒已經沒有任何… 最後建築物… 這是最後一個嗎 還有… 這邊還有 趕快要下了一個瓦斯 最後一個,這真的最後一個 黑石還是大優 因為單以部隊量來說 對黑石怎麼打都贏 好,你要去拆最後的命根子了 對,最後一個 而且他還沒發一彎 好,他打了GG 所以是由黑石 率先聽牌 他連拿3分 3比2聽牌了 先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哇,這一場寄軍戰 現在要進入到第六回合了 台灣的由於閃電狼 黑石 柯玉鳳選手 先輸兩回合之後 連追了三個回合 回來 現在反而是先聽牌了 那上個回合落敗的韓國選手 Tru 他在這第六回合選的地圖 是廢棄了望戰 對,我們現在螢幕上 7點鐘方向 那這一個是由於閃電狼 黑石 紅色 紅色的神族 先聽牌的黑石 再來到了1點鐘方向 那是Gmail True 韓國選手藍色,藍色的重組 連掉三盤,要加油了 我在黑石 他其實在上一季 演出老五傳奇 四強賽也是輸給了San 然後季軍戰 輸給了荷蘭選手Haston 對 以第四名作手 不過隨著他也參加滿多的國際賽了 對,沒錯 遇到很多國外的選手了 真的進步非常非常大 我上一個回合 就是那個引刀出的真的是 讓病人拍案叫舉 對,完全沒料到 這真的是出乎 觸的一個預料 其實這真的 就是其實也不是觸的問題 就是你通常重生那個時候 都會以為 就是我重新下三框 會有一個真空旗 那那個時間點的神族 很有可能會再推過來 所以他下三框的時候 他要多補了一點兵 二本才往上提 然後他完全 真的是完全沒料 包子盤頭完全沒下 已經被砍到第一刀 才趕快下包子盤頭 那個幾乎是一定會掉框 我們看到工兵各地都在那邊跑 對,三框來主框 主框往三框 追來追去 對,還互通消息說 到處都引刀 後面有引刀追 我都往那邊跑 對,我這邊也有 這完全這個壓力是大到沒有辦法 是 因為我還記得那時候 蘇北還特別講 這時候出閃追非常威猛 對,結果引刀才是 對不起 跑了半天 那其實只是選擇問題 對,如果他那個時候出閃追 搞不好被立刻爆兵的處就會守住 對,就是因為選擇 因為他就是以為對方會立刻推過來 對,那你出閃追搞不好就沒有賺到 對,那也不一定 那也有可能打穿 所以其實這個 其實在那遊戲有趣的地方就在這裡 對,我以為 蘇北會說 那時候出閃追的話會更快結束 不一定... 不過引刀真的是一絕 對,沒錯 這一回合處 還要 裸三的前提在於他這次有尋忍 對 因為我還真想講說 到今天 處裸三通通最後都輸 對,但是因為他有尋忍 所以還可以 他高剛剛公兵有在那邊鬧 也知道對方的開啟 他看到對方放了兵營 又放了主堡 但是在這邊 一定要去自己的三況留意一下 對方有什麼要在三況下 因為我真的還... 對,我不知道就是... 處 如果包含前一場的四強賽 五回合通通裸三 那再加上今天的兩回合的裸三 他裸三是七回合一勝六敗 這樣以後大家都不要裸三了 這樣遇到神族 千萬萬不要裸三 也不一定啦 對,其實也不一定 真的是對手的關係啦 不然這裸三只要裸體睡三人床 就一勝六敗這樣子嘛 這關鍵其實像我們今天看到 處兩場 目前處了三場嘛 他有兩場不偵查裸三 不偵查然後選擇裸三 對,那其實這就是對手 真的還是那種 只要我今天看到你裸三 不偵查 我就給得死 對 這邊放水晶塔 對 這麼卡卡角 我覺得他是要打… 是不是要打野飛機場 其實是可以的 我覺得這張地圖 尤其當對方打裸三 這防禦會有點難得慢 這是什麼 選擇這個野影刀 曠光議會 曠光議會 野黑暗神殿 上一回用影刀斬到優勢 這回合再走影刀 要看看Tru有沒有辦法 尋得到那個位置了 他的蟲蟲不動了 那個位置…有時候狗會去繞 狗會去繞 那就要看Tru的紀律性 Tru的兩隻蟲是在… 黑死 壓得上方跟下方 對 兩個位置 對 對 因為我們是上帝是你 觀眾也是 才知道 那邊有… 對,我們才知道 這是小秘密 我們不要告訴選手 對 所以Tru… 還不知道 對,正面 這個時間點很快 我覺得Tru會中招 以Tru的習慣性的打開來講 我覺得他應該會中招 這是賽末點 對 到底會不會準確地 再等下放下對空砲台呢 對,還是得要偵測引擎 因為現在包子… 包子塔就對空砲 也可以偵測引擎 而且不用進化室了 就是很…在… 也不用二本 對,沒錯 也不用二本 也不用二本 就等於說你都跟地次一樣 對… 對,所以其實很多蟲族 尤其是如果對方是二況開的話 蟲族最基本的事情 大概八分、九分還是要… 雖然他偵測是沒看到 他兩個地方都去偵測 但他沒看到對方的科技走向 我覺得他如果沒發現 是不是要… 蟲安士來了 他會不會九分 好,先掃亮蟲安士過來 讓你忘記這件事情 蟲安士過來 靠後蟲族會打自己的 後蟲 好,蟲蟲出來 好,來… 招中了… 好…到一回合的狀況又發生了 覺得好像有乖乖地飄過來 然後…水波紋 不過這次二本已經完成了 這次二本夠長 已經在變遷查王蟲 對,已經在變遷查王蟲 這次二本夠長 那主胖不會掉 他這樣只是被稍微倒一下 好,又開始逃命… 快跑… 好像看不到 找到地方躲起來 看不到… 檢查王蟲走過去了 什麼都沒砍到 引刀掃到轉閃追的… 轉閃追 這是… 我記得之前打… 應該是打燕的時候有用過 因為引刀被追殺 對,引刀被追殺 好,三況下,轉閃追 對,但是這個時間點會很危險 對方的前壓比這個很難受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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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他等一下發現地方開礦 他的蹲地就會起來,往前走 蟑螂… 他應該要起來,往前走 等半天,無法呼吸了 不打很重,他放棄治療了 睡著了 還有一隻 找到一個來 砍到一些東西吧 砍到三隻,砍到三隻兵不鑽 把鋼兵補起來 沒有,他的蹲還是蹲在那裡 他還是覺得地方會過來 越蹲越多 他不相信,還是會乖乖的引運 他就地方還是會打出來 這已經是賽末點了 七戰四勝之的比賽 季軍戰賽末點 季軍選手可以獲得五萬塊錢新台幣 然後電軍第四名就只有四萬塊錢 跟大家預告一下 明天1月12號禮拜天 新海要進行冠軍賽 由台灣城王SEN 在對上的是 遊以閃電狼的韓國選手SEN 電鑑六年第二季的冠軍賽 再一次 我還記得那一次的比賽 SEN是打到了2比1先聽牌 最後是連輸兩回合 對,連輸兩回合 我記得SEN的那時候成名絕技就是不朽人靜 真的是非常非常強悍 所以觀眾朋友明天要鎖定冠軍賽 所以記得最後一戰 好,現在來了… 這個遁地,遁在那邊 總算等到你來了,是不是 對,等了好久 對,然後等到睡著了 不過還有帶觀察者 這個是有帶觀察者 你等到的東西 並不是看不到你的東西 而是看得到你 結果小眼睛觀察者過去說 你們在那邊睡很久的樣子 又看得一驚二楚 好,來往前走 那這邊我們來看二宮 二宮閃追 二宮閃追,他一看到 從台北清馬上站起來 剛剛要擺盾了 對,人口數差30 部隊要不要頂 部隊量很足夠,直接貼 不過這個閃追,跳… 一直往後跳 然後環球再放一顆 再頂,這個貼上來 我們來看一下操作了 扶…不斷地扶,後蟲一直扶 但是這個操作空間很大 然後人口拉回來,有機會 HES,有機會 對,Jolly 都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頂住 後面再刷…再刷狗過來 但是刷出一些狂暗士做肉盾 後面再補這一波 人口我們看到HES已經領先了 這個散播點 跳進來… 不給活路 直接跳進來 後面再刷環是這一波吃光 等於比賽結束 拉出了所有的工兵 對,後面只有少量的蟑螂 對,再一個跳 我們來看一下 拉拉公兵 拉拉出來了 打得金錢 由於神殿狼的HES 柯玉鳳選手 浪二追四 0比2落後 最後是以4比2打敗了韓國選手 君跟要處防太豬選手 恭喜HES 由於神殿狼的HES 柯玉鳳選手拿下了 這一季的季軍 恭喜HES 打得真的是太精采了 好,我們請觀眾朋友先休息一下 待會馬上再回來 好,各位觀眾 由於神殿狼的HES 這次才年僅16歲的柯玉鳳選手 剛剛是結拜了韓國選手 君跟要處防太豬選手 拿下了季軍 而至於在明天1月12號禮拜天 晚上的8點鐘 威來娛樂台灣您現場直播 職業電競聯賽 也是這電競7年的 第二季的最後一場的比賽 最後一天的賽事 跑跑卡冰車也是要進入到 最後的季後賽的最後一天 AC防賴則是冠軍戰 由橘子熊隊 對上的是今天挑戰賽 打敗由於神殿狼的 曉月太陽神 而至於心海神82的冠軍賽 則是由台灣從王SEN 楊家鎮選手 要對上的是 由於神殿狼的韓國選手SEN 也歡迎觀眾朋友持續來鎖定 我們今晚轉播到這邊 完成的告一段落 非常謝謝我們的賽事獎評 SENB 同時非常感謝觀眾朋友的收看 我是徐彈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